国大医院的研究显示 本地每十位女性当中就有一个人 饱受子宫内膜异味之苦 但是她们当中大部分并不会求医 医生表示呢 这是因为她们缺乏对子宫内膜异味 这种疾病的了解 惊痛是很多年轻女性常常碰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状况严重 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子宫内膜异味 国大医院的研究显示 本地十分之一的女性都受到这种疾病困扰 子宫内膜异味指的是 子宫内膜在身体的其他部分 例如卵巢或内脏上生长 这会造成疼痛 严重的还会造成不孕 在一般人上都认为是说 精痛是蛮正常的 这可能是一个不对的那种看法 所以如果有严重的现状的话 应该是早一点看医生 然后争取意见 国大医院对本地45名 14到25岁间的女性展开的 子宫内膜异味研究 在东南亚还是第一次 研究发现 每十位年轻女性当中 就有八个人会有精痛的现象 但是她们当中只有十分之一 会在两到四年之内寻求医生帮助 医生表示 虽然目前还没有治疗 子宫内膜异味的方法 但是及早求医是减少疼痛和不适的 正确做法